HELLO 聊四季 天天龍光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亞美尼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火氣攻擊速度很快 而且兵工廠的研發科技不需要黃金 而且每三個科技都可以獲得20黃金 這個效果讓他可以在前期吸增轉遊俠的時候 壓力更小一點 西班牙人主流打法還是打這個火氣單位 後期遊俠是比較常見出來的打法 他的文明特性是全兵種都可以打 三級攻兵海甲步兵還有騎兵都是ok的 所以他的垃圾兵也都是全滿的 非常厲害的一個文明 西班牙人來說他比較有特色的地方是 他的建造速度是遊戲裡面綜合來說最快的 如果不看西西里的蓋寶成人中心那些的 西班牙人是綜合來說是蓋最快的文明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教堂裡面 一開始會有這個免費的聖物 所以讓在一個競技場裡面變成六聖物的一個比賽 亞美尼亞人他的復合弓箭手也是相當厲害的 復合弓箭手他是可以無視對方裝甲的一個工兵單位 他的步兵也有這個白血劍兵勇士 這是要停下他的精冠技術之後 亞美尼亞人在一個競技場開局的策略來說 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使用自己的強化教堂當作輔助防守 然後用自己的強化教堂自動射箭的特性進行防守 例如塔弓弓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戰術 什麼兩字爆兵啊破門額爐之類的打法 這個都是開稿型策略喔我們就先不談 那亞美尼亞人他的中期來說 我發現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就是他的機動性很明顯不左 那為什麼大家都不出他的騎士呢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騎士沒有三級馬鎧 也沒有遊俠 所以亞美尼亞人往往都會被忘記騎兵這個單位喔 那我自己試了一下喔 亞美尼亞人他只要在城堡時代轉點騎兵配弓兵喔 哇其實蠻能打的喔 就跟一般的文明一樣 只是他的問題就是經濟加成喔 並不是這麼的明顯喔 經濟上來說可能會落後於一些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例如什麼賽爾特人啊 或者是法蘭克這些強勢經濟非常OK的文明喔 所以亞美尼亞人喔 他的一般的弓兵加騎兵打法喔 可能會比較適合他在城堡時代的一個發展 那到了地龍時代喔 再轉成步兵喔 還是比較適合亞美尼亞人的一個後期策略喔 那步兵加上自己的弓兵 這個複合弓箭手 這是比較適合一點的 好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競技場前起喔 我們配置稍微簡短帶過一下喔 通常會分別為打一個什麼 17匹極限 喔不是17匹喔 18匹塔公公之類的 或是20匹塔公公 甚至打一個直層樹地之類的戰術喔 那這個戰術細節的東西喔 這個要講可能 要講很久了 一場比賽可能講不完 那大致簡單介紹喔 大部分的玩家喔 都會在24匹或25匹的時候 點下城堡時代 那根據一些文明特色喔 可以點到22匹或是23匹喔 點封建 然後再加兩個人口 然後點到這個城堡時代 或者是賣掉石頭的打法 好這些東西都比較 算是特殊一點喔 我們只要簡單記喔 24、25匹喔 點這個封建時代 那蓋完冰宮塔呢 跟四級喔 就可以升到城堡時代喔 那西班牙這邊喔 算是有一點小小優勢的喔 這邊升上去升得非常快喔 23加2 喔21加2 這個升級是甚麼鬼 好強 這個升級好強阿 哇 他已經點了城堡時代囉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是25匹 然後再加兩匹 27匹喔 點一下城堡時代 這就是沒有經濟加成的文明喔 很容易會落後的一個細節喔 那感覺西班牙這邊是有特配喔 我們剛剛沒有看到他前期發生甚麼事情喔 哇 他這個特配特的非常強 好 那越找上城堡時代呢 就可以越找下自己的修道院 還有城鎮中心喔 直接開農 那這邊可以先下修道院 然後再 再下一個修道院 我以為你會下馬舊的 因為雙修道院有個缺點喔 就是很難防對方的弱馬 比較常見到的是西班牙這邊是一個修道院一個弱馬 開久 可能你在升城堡時代的時候就可以先下個馬舊 開始產弱馬出來防禦了 但他這邊的打法是直接選擇三修道院 直接用老頭 所以說 ON完就沒事了 額 雅美尼亞人呢 這邊是 比較慢升到城堡時代的那一方喔 但我覺得強化教堂還是要趕快補一個喔 好 不在後方的位置 OK 好 那這邊看到是轉出了 生旅 這個 騎馬生旅 不是騎馬 騎驢 騎驢生旅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去撿聖物的喔 所以現在只能還是要靠步行的生旅去撿 好 傳教室 傳教室這個單位的優勢就是啟動速度快 好 點下了神聖思想 還有宗教狂樂 直接把老頭科技開始慢慢補上去 好 這邊直接應招 能招鬥嗎 招鬥兩隻肉馬 你的肉馬就是我的肉馬 OK 利用這個騎驢生旅 去招搶對方 嗯 西班牙呢 他的銀罐點下之後 就可以讓這個傳教室的 招想射程喔 再多加一 因為步行生旅的射程是 九射程喔 應該是九射程 對 九射程 然後 亞美尼亞這邊的老頭呢 是 不是亞美尼亞 傳教室7射程 射程直接-2 OK 那這邊有點下 贖罪思想的關係喔 所以現在可以招搶敵方的老頭 對這邊有一隻老頭死在裡面喔 是被招搶掉的 好 當然擁有一顆這個天生的聖物喔 對 像亞美尼亞人喔 還是可以慢慢產生黃金喔 但是現在家裡被封印住了 有點麻煩 好 西班牙健壯喔 看到你 這邊打法 欸 是找一個正常3TC開農 那西班牙呢 這邊是 則是單TC 三修道院 特殊戰術開稿 我們要來直接 嗡死你 那西班牙這一方面也是特別厲害的 好 那就要來看一下 西班牙的傳教室 跟老頭 能不能 打出更多的操作 好 那這邊選擇的還是衝車 而不是投石車喔 這邊的 戰術選擇蠻特別的 好 這邊直接開招 後面再補一個強化教堂 亞美尼亞強化教堂防守 洛馬來了 七隻洛馬想要上前 但是被招搶被逼退 直接用強化教堂防守 但是老頭被打碰了出來 這個聖物要不要撿一下呢 OK 用強化教堂的箭矢射死了一隻老頭 洛馬直接往前 這一次的包夾 三刀死一隻老頭 速度非常快速有效率 七隻的青騎兵 搞定了大量的 敵方僧侶 哇 這波交戰 西班牙人 慘虧 快要一千黃金 好 但是這邊洛馬 洛馬還在繼續反制回去敵方的傳教室 好這邊傳教室 反制的非常OK喔 稍微守住了這一波衝車壓制 阿用 阿用 看起來是蠻厲害的阿 阿用 阿用 亞美尼亞人的村民都一直喊阿用 阿用 所以我們都會把他稱為阿用 阿用文明喔 阿用 阿用 好 這邊亞美尼亞人使用洛馬壓制了回去 那西班牙這邊還要再繼續嗎 錢壓失敗了就轉龍 OK 這個也是比較OK的打法 因為你要兇就要兇到底 不能兇半套的 兇兇突然 突然不想兇了 然後突然轉龍 當然也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 你不能投資太多阿 你可能就是稍微兇一下 兇個半套的 全套兇下去 花的錢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大家應該也知道 全套總是比較貴的 半套一點可以省一點資源 錢包可以省一些 也是合情合理的 好 好 那亞美尼亞人這邊點下了 手推車 老頭這邊把這個聖物撿上去 給他繼續射箭 看起來亞美尼亞人這一波的防守 打的是OK的 好 那西班牙這邊可能沒有辦法再繼續前壓了吧 你這個衝車還暗 要不要取消阿 不然這個衝車待會被打噴 很虧喔 唉唷 3TC轉龍之後 再繼續前壓 而且轉出的是長槍兵 有料 西班牙有料 西班牙有料 第二次前壓 好 均勻開始往前補 當然3TC有點斷村喔 這個TC delay有點久 但是亞美尼亞這邊TC delay更久 來到9分鐘喔 因為剛剛為了產出大量弱馬 進行反視喔 後面的城中心可能有稍微斷村一下下 但川民術來說還是亞美尼亞這邊有經濟上的優勢喔 好這邊烏魯魯來了 要不要來狂召一鍋呢 好這邊是12隻的傳教士配上一隻老頭 有喔 步行僧侶 OK這裡再補下更多的強化教堂防守 經濟場防... 強化教堂防守... 蠻少見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新文明怎麼用這個... 強化教堂 來擋這個... 衝車配老頭的壓制喔 還有槍兵 那這個打法算是... 比較... 沒那麼常見的喔 因為老頭不是說人人都控的很好的一個單位喔 好 那來 看到這邊亞美尼亞升到帝王時代 3級2級算已經點下了 好 這邊讓... 常商兵進駐... 到衝車裡面 好 稍微摁一下 調戲一下對手 好調戲完就拉走 好 孫敏村民過來打槍兵放下車 下車開打孫敏 孫敏解掉一台衝車 後方這台衝車也要殘血 但是順利頂掉了這一台 好這個強化教堂 OK這邊轉出了奴兵 在後面偷偷射後方的老頭 這邊傳教室血量有點低 肉麻從主兵開始穿過過來 陸陸續續解掉了更多的傳教室 傳教室的血量持續往下探 這邊槍兵防守出現了失誤 OK這邊槍兵過來肉麻再往後拉 前方的衝車還在攻擊 這一隻聰明在修衝車修太久了吧 OK聰明趕快解掉衝車 強化教堂繼續防守當中 好工兵看出來 現在亂成一團 大家肉麻也是全部送光了 好後面還有五隻老頭 直接招奴兵吧 直接用強化教堂去解掉 這邊的老頭問題 好亞美尼亞人這邊帝王時代 升上去之後 並沒有先點下其他的科技 OK轉出了戰毛兵 是不是意識到自己的黃金量有點少 而且戰毛出來 也OK 哇這兩波的防守亞美尼亞人看起來是順利守下了 結果西班牙剛剛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招到這台羅車的啊 趁亂招到一台羅車把他 把他趕走回家自己用 當然羅車的血量很少 連攻兵也可以輕鬆解決喔 哎呀很可惜喔 沒有外帶羅車回家 可惜了一點 好那西班牙這邊是 轉出了更多的老頭 還有更多的村民 開始轉手勢了 發現自己有點打不太贏 亞美尼亞這邊的工兵轉型喔 亞美尼亞人這個是 城堡時代打這個騎士喔 跟一般的工兵喔 可能會更有遊戲一點 就是一般的騎兵工兵打法 那到地龍時代再轉型 看要不要亞美尼亞 地龍時代這邊再轉一下步兵路線 哇剛剛那一波混戰真的是太混亂了 完全看不到老頭們在招什麼東西 招到一台羅車 真的是會心一下 看到銀罐這邊技術已經點下了 一端審判 開始要審判對方奴兵了 一端審判點下之後 招強資產變7加1 那老頭科技來說呢 要到帝王時代才會比較厲害 比較有這個印刷技術 神拳思想跟騎士思想 這些東西到帝王時代 是非常強力的老頭科技喔 好那目前兩邊吃的都是8 這邊想要招想奴兵 其實有點害怕 額 投石車過來 能預判到位子嗎 雜意發 但是亞美尼亞人這邊控的很好 直接點掉兩隻傳教士 這邊想要走A 但是沒有B陣 直接拉走 還是吃了一把投石車的傷害 血量有點殘了 這邊想要嘗試 把傳教士給包掉 結果這邊想要蓋寶 被傳教士給攔截了 然後可能本來以為 這些傳教士應該是回家了 結果沒有回家 哇這些奴兵可能要被招降掉了 哇 變成對方有四隻奴兵 尷尬 這拖奴兵沒有往回救 反而是往前繼續蓋了城堡 好用這個工程塔 把工兵給載了起來 這麽特殊招式 有點奇妙齁 好 那傳教士在野外 還是打野 不知道要幹嘛 反正就先走來走去 忙一下忙一下 先忙個一波再說 好 亞美尼亞這邊補下了強奴 西班牙這邊 帝王時代很難點上 這裏也沒有靠買賣直接買上一波 沒有先優先點上帝王時代 有點虧阿 就算是要打老頭也是喔 城堡時代的老頭 是有極限的 好這邊再忙兵 瘋狂攻擊前方的村民 想要阻止蓋城堡 但城堡最後還是蓋好 好這邊收村 讓城堡裏面有更多的箭矢 去輸出 把強奴放出來繼續射擊 OK 射掉一些戰寶兵跟老頭 在這裏城堡射程範圍 撞到了 後面這台衝車 臭兵解掉 問題不上 前方這頭強奴 送光光了 哎呀 重力遺失到前面又是強奴 好 這裡有台工程塔 看倒是要工程 讓工兵偷渡進去射個一波 要看他這一波的強奴工程塔 能不能成功進去喔 哎 放進去 哎呀 進去了 五隻強奴往前 後面老頭過來 十四隻的老頭 十六隻囉 好 直接嗡 好 開始點掉 哇 結果老頭 最後死掉了非常多 哎 好像也還好 才死個一兩隻的樣子 如果是自己的強奴被招掉 好 老頭這邊血量拉了回來 好 這邊帝王時代好一分半 這邊西班牙人還能夠撐得住嗎 這根城堡沒有要防守 這有點危險 看來他想要打一個 且打且退 守最後一根 這根城堡 要守這根城堡 看起來有點 有點難吧 好 那亞米尼亞人 這邊轉出了裝甲步兵 OK 帝王時代就是要轉步兵啊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好 亞米尼亞人這邊 三級的弓兵鎧甲也補下 強奴沒有繼續出了 前方兩根城堡 還是要直接轉出復合弓箭手 穿甲 防下對方抱遊俠之類的 最近復合弓箭手打遊俠 這種高遠防弓單位 其實效果還不錯 但數量還是要多啦 弓箭手的數量 好 這邊帝王時代身上去 手推射也補下了 好 點下異端斜說 三級的弓兵鎧甲 還有護衛技術 好 後方一些小動作 開始補下了城堡控圖 好 終於點到了帝王時代的西班 馬上補下印刷技術 神權政治 啟示思想 OK 該點都點了 然後轉出的是戰毛兵的防守 西班牙的戰毛兵也是三級防三級攻 對抗強奴問題不大 但是對抗步兵部分 就會有問題 步兵有點難打 但是步兵的部分也可以用招響的方式 那你就要來看西班牙這邊招響的手術 夠不夠快 24隻老頭在後面蓄勢待發 帶回這些老頭 如果送掉基本上就沒了 這也是2400斤 OK 西班牙研發了霸權科技 霸權科技點下之後 村民血量會高達80滴血 血量非常坦 這邊有拉了一些戰毛過來防守 直接開招後放強奴 招很多 但是這邊有異端邪術的關係 所以被招響掉的強奴 並不會變成敵方的 這個是亞美尼亞對抗敵方的老頭戰 相當好的一個科技 有異端的話就不用擔心被招走 招走被反叛才是最麻煩的 這個被鼓仔是很難處理的 好 亞美尼亞人補下了3級的步兵反甲技術了 好 看要不要把這個工程塔 往左邊繞一下 既然正面繞不進去 往左邊繞 可以考慮一下 畢竟左邊有這個 挖金晃村民阿 還有這個挖木頭村民 雖然我們是上帝視角 所以這個亞美尼亞人 並不知道他這邊在偷挖 好 那西班牙這邊點一下了化學 看來是要轉火炮出來了 那西班牙的火炮攻擊速度 也是最快的火炮 所以西班牙來說 打這個 亞美尼亞人 算是一個蠻好打的一個選擇 這什麼這什麼這什麼 拉村民當坦克去解巨頭嗎 不是吧 如果白血見兵勇士已經升級好了 哇 這邊老頭要趕快著想喔 快走快走快走 劍兵勇士很麻煩 老頭沒有碰好在亂串 好 這邊持續用老頭去著想 後方的單位 劍兵勇士還是順利突圍 後方有更多的金融補了過來 常無射得很開心 好 繼續著 哇 劍兵勇士防律太高了 遠防6 炸毛兵是7點 這就意味著劍兵勇士被炸毛兵打 怎麼打都只有一滴血啊 坦度非常十足啊 然後能讓炸毛兵變成一滴血的傷害喔 這個威力就完全不同了 哇 劍兵勇士生存能力非常十足 瘋狂往前A 老頭這邊雖然休息很快 但是招翔也會遭到手有點痠 直接退守最後一根城堡 補下了專瓦技術 這個在等火槍出來喔 好 火槍出來 射擊這邊的劍兵勇士效果就會好一點 而且火槍也有攻速加成喔 好 那西班牙這邊火槍反制回去 藍蠻一百血的劍友真的太多啦 哇 感覺射到也不是非常痛啊 哎呀 哎呀 他那麼快要射掉這台巨頭 我回啦 就拉一些劍兵勇士去砍 OK 砍掉 後方補下了一根城堡 直接要把西班牙給逼到死角了嗎 巨頭走太前面了 走那麼前面要幹嘛會被招喔 我知道你想要叫誰打後面城堡 但先猜這個城鎮中心如何 一步一步來 有點危險欸 這個 至少等城堡好下來吧 對啊 城堡蓋起來你再這樣啊 好 城堡蓋好了可以架了 這樣就可以架了 OK 亞美尼亞人這邊點一下金瑞 復合弓箭手 這手轉復合弓箭手是不是在修辱對手 這個有必要嗎 感覺繼續出強弩就差不多了 對方也沒出什麼很坦的單位喔 他可能是想要反制敵方戰毛兵喔 但戰毛兵現在用劍兵勇士就可以打得贏了 但是他可能想說 轉復合弓箭手可以打火槍戰毛也能打 不知道 這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他現在在想什麼了 好 金瑞復合弓箭手 傷害是4加4 血量45滴血 射程是7射程 非常的猛 好 後面老頭直接要捨身招響巨型頭死機嗎 但是後方有大量的復合弓箭手還有城堡的傷害 這裡能招到一台巨頭就謝天謝地了 但是直接打出了GG 哇 這一波看起來不太妙 那個老頭衝鋒不太OK 看起來是有點放棄治療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亞美尼亞人拿下死屋的勝利 贏了大概七八千左右 黃金跟石頭呢 石頭是贏了大概一倍左右 那經濟量最後是贏了快要一倍了 那主要是因為亞美尼亞人喔 是打一個正常開局的方式喔 那西班牙這邊是打一個 強軍士老頭留開稿 三個修造院直接爆起來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